朱元璋留给建文帝三十万穆家军,朱允文一个都没用就兵败然后失踪。 明洪武十年1377年12月5日朱允文出生于迎天府,金南京洪武25年1392年其父朱镖病死朱允文, 被立为皇太孙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继位位帝朱允文在位期间增强文官在国政中的作用宽行省于严城宦官, 同时改变其祖父朱元璋的一些弊政史称建文新政,在他短暂的皇帝生涯中确实为了大明在奋斗但是他实在是太年轻, 那被立为皇太孙建文帝朱允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已故太子朱镖的张子朱元璋早年立张子朱镖为皇太子, 但是后来由于朱镖早是朱元璋便改封长孙朱允文为为皇太孙让其在自己百年之后继承皇位, 但是对于朱元璋的这种安排有一个人极为不满,他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 燕王朱棣朱棣早年随父亲东征乞讨为大明王朝的四方安定立下了不少骇马, 功劳洪武三年朱元璋朱棣朱棣为燕王负责统帅重兵驻守北平以防蒙, 古气兵进犯朱允文由于自幼熟读儒家金书所尽之人多怀离乡主义性情因, 此与父同样温文尔雅,极长皆宇宽大者称宏武, 二十九年,朱元璋曾向太祖请求修改大明律他参考历经, 吉利朝刑法修改大明律中七十三条过分严苛的条文 深得人心静难之意, 坑过李景龙1399年八月燕王朱棣实施抗命下御将士大者, 清军策,齐浩起兵, 景南,史称,静纳之意,朝廷和阎王之间, 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持续三年的军事对峙, 在叛乱开始的时期。 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 朝廷指挥不当,兵力缠弱, 内部松懈的缺点严重影响了战局, 直指节节败退许多将领投降了阎王尔齐, 钟离景龙,尤其坑爹在当时手下数十万大军打不过三万人的朱棣, 到后来里,景龙正式开门投降建温四年六月燕兵进京京师碎破的燕王军队抵达, 后的一场混战中南京城内的皇宫大院起了火。 当火是扑灭后, 在灰烬中发现了几具烧焦了的残骸已经不能辨认巨太监, 说他们是皇帝,皇后和他的长子朱文奎的尸体人物, 缺点年轻的建文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 文尔雅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温和和好思考的脾性, 他腼腆且又毫无国政经验, 且不说和他的前皇族靠, 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说父们, 他也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 甚至也没有那种能力,是一位年轻皇帝的温顺性格和儒家教育, 因此他忠心向往,而是实行理想的人证。 他在政府的言论和形势上努力实行一些较大的变革, 但这些变革却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朱文文, 把三位儒家师父引为心腹, 他们是皇子成, 其太何方笑如他们负责研究一些新政策并付诸实施。 墓地在改祖帝国的行政和加强皇帝的权威, 但是他们都是书呆子缺乏实践, 意识和从事公共事务的经验也没有领导才能。 他们对于问题的分析往往限于纸上谈兵, 不切实际人物评价永乐时期的官方, 历史掩盖了建文的年号而人为, 得把明太祖的统治时期延长了四年即从红武三十二年延长到红武三十五年这个时期, 曾经被历史学家称之位, 格除, 十七, 建文的年号时至1595年十月, 才被万历皇帝恢复, 那是作为编撰明王朝历史的流产的计划的一部分提出来, 格妙号由南1644年7月南明君主福王朱游松1646年死, 才定朱俊文的妙号位, 会宗, 士号位, 让皇帝, 之后一个尊号之所以被选, 又是为了适应民间传说, 其朱俊文, 并未死于宫中大火, 而是为了解除内战的谱, 辩护难而自愿训味给他的叔父的。